面对全球的车用晶片大缺货 经济部昨天邀请的四大金元代工厂开会 台积电也紧急发布声明重申 缓解车用晶片短缺失当务之急 正在重新调配产能供给 增加对全球汽车产业的支持 不过台股早盘受到美股重挫 台积电ADR下跌了3.88% 中厂收在601元 外资期卖累计卖超过了15万张 车用晶片大缺货 经济部27日紧急邀请四大金元代工厂 召开相关会议 期盼能商讨应变方法 再尽力提高产能 而金元代工龙头台积电 也在28日发出声明 重申缓解车用晶片短缺 对汽车产业造成影响 是台积电的党五之级 在产能满载的同时 正重新调配产能供给 加速生产相关车用产品 而各大金元代工厂 其实也早早表达出了 配合政府与支持 全球汽车产业的心意 2021年呢 现在看起来车用电子也开始逐渐的复苏 有可能就是会面临说 因为我们的这个投资增加 成本增加 客户也有这样一个需求 那我们会适当的调整 车用晶片大缺货 日美德等汽车大国向我国政府喊话 希望晶片厂或增产能 以解决汽车业困境 很显然的已从市场产业面 拉高到政治经济层次 不过相较之下 中芯国际 华红等路器 持续受到美方打压 而同样是半导体和汽车强国的南韩 因为IC设计业发展疲弱 三星获得的车用晶片代工订单也很少 市场存在感相对较低 台湾因为在台积电 它的一个车用的一个这个制程上 是从0.13微米到14奈米 是可以提供相当完整 而且多元化的一个车用电子的一个制程 再加上它也有建立非常完整的一个生态系 当然也就更加凸显 我们半导体业高度的它的一个价值 台积电虽然前景明朗及近期产能蛮载 但早盘受到美股重挫 台积电ADR下跌4.91美元 冲击28日股价最低一度跌破600元整数关卡 盘重低点来到598元 中厂收在601元跌2.3% 而封关进入倒数 外资已经连续7个交易日卖超 大坎超过15.3万张 因此台股若要指稳甚至反弹 还是得看外资何时回头加码台积电 记者曹在凌晨播成台北采访报道